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又要来这个练习我们的算计不等式 那用这一题呢,来作为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标的 有一个指导上有型ABC,两骨长 这边也是15跟20 然后问你这个,旗内接矩形面积最大会是多少 那因为它的内接矩形要面积尽量大的话 有两种接法,一种是把一个直角放在直角这里 一种是把一边贴在斜边上面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 哪一种接法会让它的面积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两种都算,那反正就是在练习 OK,那如果来用这个左边这个图 那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通常就会需要讨论到 它的这个相似型的特性 这个是15,这个是20 那如果今天我要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一元二次独向式,配方法球极直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设X 那这个设X的话,这里也会是X 那因为它的这个三角形有相似型 就是说这个小的会跟整个大三角形相似 所以它一样是3比4比5的 那么所以这一段,下面这一段 就会是它的三分之四倍 可以吗?那到这里如果有学生还没有办法 马上写出这个三分之四的话 那我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 要把比例的概念赶快转换成倍的概念 你知道它是3比4,那不要再去写说 X比什么等于3比4内向,乘内向,外向乘外向 那以至于你那个比例是你可能根本不会去写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计算,那你就会卡在中间 所以说你知道它是3比4 就要能够让自己往下推论 4是3的三分之四倍 那所以说这样子一来呢 这个长其实就会被写成是20减三分之四X 那这样子它的面积就会变成是 20减掉三分之四倍X 乘以X 那于是就是负的三分之四X平方 加20X 如果你会配的话,你就可以自己配 提出这个负三分之四,变成X平方 然后20除以三分之四 也就乘以四分之三,是-15 那于是这个括号里呢 会放它的一半是二分之五 - 然后这个的平方,四分之二二二二二二 那你在括号里加四分之二二五 其實你是減了4它會乘到這個 所以4會約掉 然後3會跟它約掉一個3 剩下75 所以你是減了75補回來 於是我們知道當 X等於15分之15 那麼我們這個面積 極值 最大值是75 那我們就在這裡用這個1元2次方程式先解一下 那也就作為我們等一下解有沒有做對我們就知道了 OK 然後我們要來用這個算幾不等式解它看看 那會做出來會怎麼樣呢 一樣我們要利用這個相似型去討論 那我們算幾不等式跟剛才1元2次方程式有一個差別 就是我們會接受兩個位之數 所以說 我們就把它的長寬是AB 這樣子是比較方便的 尤其我們到時候就求那個AB的最大值 對不對 這樣子一來我們會需要一條A跟B的1元1次方程式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就是說 幾A加幾B會是多少的話 然後求A乘B的最大值 就是我們一個經典的這個算幾不等式的提型 最經典的形式 所以我們需要找到這個幾A加幾B是多少 是一個已知的數字這樣子 利用這個相似型去討論 如果這裡是A的話這裡會是A 對不對 如果這個是B的話這是20-B 所以這裡有個相似型 3比4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20-B 它會是3分之4A 所以你可以一向得到這個3分之4A加B等於20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喜歡分數 你還可以再乘以這個3 所以是4A加3B等於60 我喜歡在這個時候 重新的去描述我們要做的事情 讓自己發現說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算幾不等式會出現的形式 就是說已經知道幾A加幾B是多少的話 那要求這個A乘B的最大值 就是一個標準的算幾不等式問題 那於是就是利用加的這邊來列式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那這60至於2是30 所以900 約3剩300 再約4剩75 當什麼 左一半等於右一半 4A等於3B 會等於全部的一半 我們全部是60 所以一半是30 10 怎麼樣呢 A會等於 4分之30 也就是 2分之15 B會等於10 此時 A A B 恰 為奇 最大值是7數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一開始取得這個式子 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取 不是一定要像我這樣用這個三小型 你也可以設別的XY 但是做法大同小異都是會使用到這個 相似三小型的概念 然後都會使用到就是最後要來得到算幾不等式 你也可能過程中是用分數做的也可以 但在這裡呢 一樣是用算幾不等式 我們要介紹第二種做法 因為這一題它 剛好是直角的有沒有 所以就讓我們可以使用一種不同的想法 那也就是在這一題順便帶大家懂這個概念 我可以乾脆把它這個直角當成是什麼 直角做標系的原點00 那因為它這段是15嘛 所以這個點這樣子的話它是015 注意一下 不是15 這個點是20 對不對 於是這條線呢 它過015又過20 那它會是什麼呢 那 所以說這個做法要限定在你的這條直線方程式能夠很快的取得 這個順便帶大家回憶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直線方程式過這個地方 比如說4好了這個地方如果是3的話 這條直線方程式叫做3X加4Y等於 12 它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這個斜率是負的的時候 然後在第一項線這裡跨過來的這種線 一定是幾X加幾Y等於多少 那這兩個會是正的 當它的這個在跨過第一項線的時候 最後加出來這裡也是正的 那到底要寫多少多少跟多少呢 你把這兩個系數 互衛 因為你這裡的數字越大你要乘的越少 這裡的數字越少你要乘的越大 然後這個地方放他們兩個的成績 我們如果你有學過那個結句式的話你就知道 其實這樣子的線它的結句式是4X 4X加3Y等於 然後同乘12吧 所以在這一題呢 因為我可以很快的去寫出這樣子 這條直線叫做 你可以說它是20X加15Y等於 互乘 或者你抓一個比例 因為我覺得這個數字太大了 不喜歡 它可以約分5 它其實是4比3 所以我們 它20乘3 然後這個15乘4剛好都是60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3X加4Y等於60 那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就取得了 我們的這一條式 這一條式 所以說如果今天對你來說 這會有點困難的話 如果這對你來說 取這條方程式反而是難的 那就算了 你聽聽就好 但是如果你懂了 那你下次可以練習做 多練習幾次就會越來越快 那這樣子的話呢 等於說這條線上的每一個點 都會遵守這個規則嘛 那是不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已知3X加4Y等於60 然後要求 要求什麼 這個 這個 你要求的 這個矩形 其實你的寬就是我的X 就是我這個圖形上面的 任何一點XY都遵守 然後3X加4Y等於60 然後我要求的 這個就是X 這個就是Y 所以求XY的最大值 那當然後面做法就跟剛才一樣 就不做 但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也可以這樣想 那如果有看懂的話呢 我們來看右邊這一種三角形 右邊這種三角形 那一樣做起來的話會是 這個 最大面積會是多少呢 你可以按暫停自己試著做做看 首先呢 如果要設A跟B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設長跟寬 那只是說現在我們一樣 要利用相似型 來取得這個 幾A加幾B等於多少的話 那要求A乘B的最大值 那所以要怎麼得到它呢 你可以把它往下對應到這一條 這是A的話 問你這是A的話 那這是幾A 這是B的話 那這是幾B 我都會問學生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相似型 如果學生沒有辦法馬上回答的話 那我們就幫他分析一下相似型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自己按讚體驗做了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討論相似型呢 我們要用那個對角跟對邊的概念 所以我大的這個三角形 3比4比5的 3的對面我們寫圈圈 4的對面這個寫XX 這樣可以嗎 圈跟X會互語 那因為這裡直角嘛 所以圈這裡是X 那因為這裡又直角嘛 所以180-90剩90 這兩個互語 這個X這個是圈 這個是X 這個是X 這個是圈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有這個這個這個 和大的都是相似型 都是3比4比5的 我再說一次喔 圈對面是3 X對面是4 以我們這題來說 好的那自己做做看 這個應該是幾B 那如果到這裡還沒有辦法順利做出來 再多給一個提示嘛 我們剛剛講的圈對面是3 X對面是4 直角對面是5嘛 所以這個是3的話 這個是4 這個是5 也就是說通常剛才那樣講還做不出來的學生 就是沒有幫自己標 那你標出來了 就應該要可以做了 所以這邊是幾B 那也許還有人在這裡不能順利答對 那就是他我剛剛講的這個 把比例換成倍數的部分不夠流暢 543的幾倍 543的3分之5倍 3分之5B 那到這裡有懂的話 即便剛才你沒有順利做對 但是至少到這裡你有聽懂了的話 你都應該要給自己一個挑戰 獨自完成 左邊這一個 那所以BR會是幾A 所以你要回答這個BR會是幾A 你需要先做什麼事情 你需要先標3比4比5 對不對 我們空空用掉 圓圈圈也用掉了 我們寫三角形 所以這個圈的對面是3 X的對面是4 3比4比5 可以嗎 所以說我們這個BR是A的5分之4 那於是來寫算幾不等4 所以這一段加這一段是20 你就有5分之4A加3分之5B會等於20 同乘15 你就會有12A加25B會等於300 可以嗎 來以支 以支 然後怎麼樣 求A乘B的MAX 這個12A加25B除以2會大於等於 更號的12A乘25B 那你知道這是300了 除以2是150 會大於等於更號的 那12A乘25B就是300 然後同平方 所以22500大於等於300AB 兩個0約掉 要刪除掉是75 所以75 那當12A等於25B等於15010 那這個時候呢 150除以12 會是A會等於3約掉是4分之50 所以是2分之25 所以是2分之25 然後B會等於 這個是6 此時 AB為期 最大值75 那你會發現 不論是用這種方式做內階 還是用這種方式做內階 還是用這種方式做內階 他的面積最大都會是75 可以嗎 那只是說他這兩種時候面積最大的那個舉行造型是不一樣的 OK OK A